但您持续关注国内COVID-19疫情的最新状况 今天的好消息是境外跟本土确诊数都是加零 而有关台湾首批疫苗 也就是最快下周抵达的AZ疫苗 由于法国跟瑞典的医护人员 日前因为施打疫苗时 出现了高烧等副作用 造成前线医护集体请假 当地政府甚至也因此暂停施打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会继续观察相关结果 然后做出一个相对的一个专家的判定 维持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基调 如果大家都要打打不够 我绝对不会跟大家强打 那但是如果有胜 那我一定会率先表率 再来打 那至于在院长这一方面 大概是列在我们等于是第二优先 总统这一方面我们还要尊重他的医疗 小组的专业的意见 针对采购疫苗的进度与数量 陈时中指出台湾最少会购买三千万剂 最多则会买到四千五百万剂 其中两千万剂会是来自国产疫苗 他希望未来疫苗朝向自己自主来发展稳定产量